这样一场前所未闻 未来恐怕也不会再出现的 美国总统与塔利班领袖 大卫营峰会 就在同一时间被公布和取消了 纽约时报报导 川普在美国劳动节周末前 也就是8月30号那一天 在白宫战情市召开闭门国安会议 商讨阿富汗对策 希望能够彻底摆脱 这个冷战以来就打不停 带给华府无止境头痛问题的国家 当天在座 除了川普和国务卿蓬佩奥 出访华沙的国安顾问波顿 也透过视讯参与会议 讨论过程中不止何人提议 不妨邀请塔利班首领来到华府 签署双边和平协议 立刻郑重浩大喜功的川普下怀 川普不只喜欢这个提议 还加码升级峰会的地点 决定在世界知名的 美国总统度假行馆 见证过多场历史性协商的大卫营 招待塔利班代表 至于见面时间就定在9月8号 美国911恐攻周年纪念的前三天 于是这么大一件事 更不用说这个决定 有多么的充满争议 就在完全跳过正常国安策略流程 川普和几个核心幕僚 关起门来三言两语的状态下 迅速定案 以至于一个星期后 当川普自爆这一时兴起的提案 也在他一时兴起之下 才死腹中 外界除了震惊 多多少少夹杂一丝 这就是川普的苦意外 没有 其实在专专专专专专专业 我说 我没有办法会讨论 我没有办法会讨论 9月5号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发生汽车炸弹攻击事件 由于事发地点 就在美国使馆 和北约驻扎部队 办公地点附近 因此12名死者中 就包含了一名美国士兵 塔利班也随即出面团承犯案 而就在稍早几天之前 喀布尔东部 另一个外国机构 办事处也被塔利班自杀炸弹 炸过一次 短短一周 两起爆炸 全都是塔利班犯案 全都对准外籍人士 外国部队而来 因此早在川普宣布峰会取消之前 各界就已经对塔利班求和的诚意 抱以高度的不信赖 也因此 当和平协议的签署喊咖 多数的华府人士 一则以忧 一则以喜 忧的是和谈又再度触礁 但美国至少没有因为川普的急就张 签下一纸 很可能会后悔的协议 又让不少专家大喊豪险 例如前总统不息时代的国务卿 莱斯 do you think the president made a good move with the invitation to Camp David number one and the canceling of the conference number two well let me speak first to the canceling of the the conference it was a good decision i'm frankly relieved because i think all of the signs were that the Taliban was not serious about an agreement that was acceptable to us the signs were they wouldn't even talk to the Afghan government which has been our partner now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a half they really weren't going to make guarantees about not having terrorists come back onto their territory and we really can't sign an agreement that is going to undo all of the gains of the last 18 years Jules this is Ryan lives on an airplane that's an hijack things don't go well I'm looking good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 absolutely love you I want you to be so happy to sign same to my parents and everybody and I just totally love you and I'll see you again bye babe 美国与塔利班的血债要从2001年18年前美国世贸双塔倒下的那一刻说起 由于幕后策划班机撞大楼夺走近3000条美国人命的恐怖头子宾拉登 当时就藏身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 因此美国总统布希在911事件后不到一个月 便下令徽军攻打阿富汗 并且在两个月内挺进首都喀布尔 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扶持亲美临时政府上台 但如果说美军入侵的速度如闪电 入侵后的局势却成了泥闹 怎么甩都甩不掉 塔利班民兵化整为零 顿入阿富汗山区打带跑 虚弱的阿富汗临时政府 无力抵抗民兵的游击和包围战术 而不断上沿的自杀炸弹攻击 则是对驻扎美军和多国违和部队 形成极大的压力 虽然在布希之后上台的欧巴马 企图以短期大幅增兵 一举歼灭塔利班势力 但结果却只换来增兵结束之后 塔利班趁虚而入 轻易横扫军心涣散的政府军部队 到了2018年 塔利班已经重掌阿富汗大半地区 英国BBC甚至估计目前约有七成的阿富汗领土 都是塔利班公然出没的势力范围 这场仗一打18年 横跨布希、欧巴马和川普 三位美国总统任期 到今天 阿富汗战争已经超越美军 曾经参与的任何一场征战 成为美国史上最漫长的军事冲突 造成超过2000名美军丧命 折损6万多名阿富汗部队 还有3万多无辜老百姓死于战火 但整整让现任总统川普铁了心 不顾一切 要摆脱阿富汗这片泥澜的最大原因 还是不断堆高的军费账单 以及他曾经信誓旦旦 开出去的证件支票 早在上台之前 川普就多次公开喊话 要让派驻阿富汗的美国部队 能够从前线返乡 华府也依反过去 普汗恐怖分子谈判的立场 派出密使 从2018年起 私下与塔利班阵营接触 经过一连串渐进式协商 和美方谈判代表 哈里扎德的奔走 到了今年夏天 双方据说已经针对美军撤走多数兵力 换取塔利班洋气恐怖主义 这两个重点 取得原则性共识 只等川普签字就能拍板 不料却在最后一刻宣告破局 阿富汗问题绕一大圈 重回原点 不只在野的 资深民主党议员 痛批川普大搞一人政治 甚至川普自家的共和党议员 都无法沟通这种与虎谋皮的做法 直指川普搞错对象 因为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关键 并不在于和塔利班谈条件 而在于如何让阿富汗政府 取得一个国家该有的 安内攘外 政治和解能力 毕竟塔利班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具体而为的恐怖主义问题 唯有从政治 社会和人心角度 逐步化解 才可长可久 而这些阿富汗的内部折冲 现在并非华府异乡情愿 大笔一挥就能摆平的